周立波再次某某被问为何每次采访说话不一样,她说真话容易记错。 近日,周立波口中的某某接受了专访,本以为是撕逼大战谁想竟是玛丽苏剧情。 她深情地告白周立波还为她起了滔滔这个名字,更激励为她辩解,是胡杰控制了她。 某某说:"我愿意养周立波一辈子,也愿意为她顶罪。 这一番言论可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,让人更加无法理解的是,胡杰竟然还点赞了关于周立波和某某的恋情的微博。 而就在7月30日,滔滔也忍不住发声了。 她发文称:"没有真相的真相叫像真,没有脑子的喷子叫自喷。 言外致意就是说某某说的是假话,这一切都是虚假的。 为了证明自己话,周立波还送上了一篇分析文,文中分析某某在接受采访时的种种行为,最终得出某某话语中有很多用心险恶的说辞与引导。 她在采访中没有说过对于周立波有力的话,只是想把她送上死路。 而周立波的此次发生无疑是为自己证明。 但她依旧遭遇了网友的质疑,由网友问:"为什么你每次接受采访说话不一样,不是给人抓到把柄吗?即使撒谎也应该一致。 由网友调侃说因为谎话容易忘记,谁想直接惹来了周立波本尊的回应,称真话有时也容易记错。 还由网友追问周立波关于唐爽有中国有护照,枪库没转移,先说没打枪后来再柜圈说大了等问题。 她直接如此回复,言语很是诚恳,对于对方问题用了贩问的方式回答。 周立波这次的发生是否意味着她要重新出身,而这次对手不是唐爽而是某某,也不知道这场闹剧会是以谁的胜利收场呢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